你好 你好 我是今天的特奏老師 第一道是鮭魚蠻荒煮 在日本料理當中算是比較香煮的料理 第二道炸茶筋胡麻豆腐 算是比較傳統一點的日式料理 它其實裡面沒有任何一個豆製的產品 它的口感吃起來要像是豆腐一樣 QQ的感覺 它的程序會比較麻煩一點 然後待會可以 那我們就先來介紹鮭魚蠻荒煮主要食材 那一定要有鮭魚頭 豆腐 牛肉 香菇 薑 醬油 味淋 柴魚花 我們待會先處理我們的鮭魚頭 第一個去淋的動作 第二個去除它的一些雜質的動作 所以我會拿熱水稍微給它汆燙一下 把我們的魚頭清理乾淨 這個在汆燙的過程還蠻重要的 因為鮭魚的淋蠻薄的 皮也算薄的 不能過太久 過太久的話它就整個都會爛掉 所以在過的時候要特別的留意這一塊 我們就可以放下去鍋子裡面 加入水泉 味淋一把 醬油一把 牛肉 香菇 板豆腐 像這些比較耐煮的食材有沒有 你也會丟下去 然後我們就丟到瓦斯爐上面 給它煮 那在煮的過程中 它不像中華料理的紅燒魚 最後會有個勾芡的動作 不會 它完完全全就是用味淋的鐵 魚本身的油脂 膠質 去做勾芡的動作 直接煮到它焦化 就是有一個濃稠度出來 我的建議就是要開大火 煮大約15分鐘左右 就可以下我們的 磕水花的紅蘿蔔 還有我們的薑 我也會建議你們磕水花 這道菜已經熟了差不多了 我們先把剛剛放上去的豆腐啊 香菇啊 紅蘿蔔 都先撈起來 先放著 備用 待會做擺盤的動作 然後我會建議這個醬汁啊 待會說到像 我們在吃羹湯的狀況下 做一點簡單的裝飾 完美 我們現在要做的是 茶筋胡麻豆腐 那我想問兩位有沒有吃過 宜蘭的高渣 有吃過嗎 好 類似這種感覺 我們現在要做的外題就是這個 裡面有水啊 芝麻醬 太白粉 麵粉 味醂 醬油 六樣東西完全一定要照比例種 它最後的成品 才會是一樣的 你們的裡面的材料 你們想要做變化跟裝飾材料 做變化都OK 它的主體 這個東西不能做改變 直接倒水 1900CC 都是冷的喔 派白粉是180克 低筋麵粉是75克 50CC 味醂這個時候加 醬油是10CC 這時候都先不要開火喔 就把它攪拌均勻 一般在店裡面的時候 我們在做的時候 我們大概會 這個東西需要打 大概打40分鐘 不要讓它的口感出來 完全出來 那我們在比賽的時候 大概打10分鐘就OK了 所以你們的先後順序 一定是這個先啦 對 那個就丟在那邊給它塗 稠度大概這樣 我們開始去CAM它 CAM 這個攪拌的動作是很重要的喔 它的Q度 它的口感 就是在這個攪拌的動作 而來的 差不多了喔 這時候我把火先灌掉 加入我們的黑芝麻醬 黑芝麻醬是433克 攪拌均勻之後 我們再開火 繼續再給它攪拌了大概2分鐘 OK了喔 我們開始現在來包了喔 一定要熱熱包喔 熱熱包 快快 我們大約一個大概都是80克 這裡面的材料都可以做變化 轉成這個形狀 橡皮筋把它綁起來 然後我們丟到冰塊水裡面 給它冰鎮 就這樣子搞囉唷 好在那邊跟我們阿Q 對啊 冰鎮好之後 我們煮我們的薑汁 300cc的水 配上100cc的味醂 跟100cc的醬油 少許的薑片 煮沸之後 把火關掉 加入一個小手把的柴魚花 給它浸泡著 冰鎮好了 我們就會呈現這樣 QQ的狀況 接下來我們沾一點太白粉 待會下去油炸 我們… 烹龍 我們會走 融合 我們會測試 感谢观看